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台海危机凸显中共软肋 佩洛西帮了习近平大盟 明报今天有一篇文章表示 习近平在北戴河休假前 7月26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 开班式的讲话中 对上任以来经历做出感慨的表示 他说 十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 风高浪急 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 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在总结过去十年时 习近平表示 中共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 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 他形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的演进 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新的战略任务 新的战略阶段 新的战略要求 新的战略环境 应该是有六个战略的要素 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 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因此他要求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坚定斗争意志 增强斗争本领 依靠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两天后 习近平在政治局 人才强军集体学习会上面 又指出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大 他指出未来五年 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就是要实现建军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要增强忧患意识 责任意识 进取意识 2027年是解放军诞生一百周年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意味着习近平希望中国军队可以跟美国军队 并驾齐驱 不过外界多半都认为这个谈话跟武统台湾也相关联 习近平的726讲话 是为中共二十大主题 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定调 外界也理解 他展开第三个任期的宣誓 他在讲话中宣誓的二十大任务和主题是 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 进行宏观展望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来提出新的思路 新的战略 新的举措 在这里他借用了前任胡锦涛的两段话 一段是明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 胡锦涛在2007年主持起草十七大报告时 他就说十七大的目的就是向党内外 国内外庄严的宣示 我们党将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开拓前进 另一段是说中国的现代化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意志的邪路 这也是胡锦涛在2012年 十八大报告中的原话 而十八大报告的起草小组组长 就是习近平本人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讲话时 主持会议的李克强 为研讨班做总结的 还有王沪宁 李克强王沪宁两人 他们发言的时候都强调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所谓两个确立就是指去年11月写入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 确立习近平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文章就因此认为 从军方的快速部署 应对台海危机 到多名政治局常委先前的表态 经过佩洛西的台湾行 有关习近平二十大上动向的各种杂音 以消弥无痕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台海危机 其实在越来越小的声音传出来 可能有挑战习近平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非常的微小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呢 由内到外来谈一谈 台湾问题确实是中共的 中国的软肋 第一个是尽管中国领导人再三的 向美国领导人提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希望美方清楚这一点 但佩洛西访问台湾 在中国内部 确实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 和对当局硬气谈话 却最终未能阻止佩洛西的强烈不满 这股名气已经向世人揭示 台湾议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议题 对中国国内而言 任何领导人如果没有能处理好这个议题 很容易被台湾议题所反噬 甚至造成中国社会原先比较支持 习近平的被归类成比较有左派思想的群众 有点离心离德 而另一些人则看笑话的左右为难的局面 所以这个议题也会形成中国社会的这个看法的不一 第二个则凸显了中国在运用心理战的这个局限 由于体制的原因和国际政治公认 要必须要有分寸 不能够不就是proportional 这个proportional就是必须要适当的这个回应 所以呢在应对这一次台海危机上面呢 中国官方只能够照本宣科 四评八文 因此讲狠话硬话 就只能够留给原本在体制内 而且被公认有影响力的人来表达 不能够找一个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人来表达 他就没有那个分量 但他要找一个退休的人来讲话 因为他们已经退休属于民间人士 因此呢不用肩负官方的责任 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体制之下 中国发动这个所谓文攻武嚇 也是算是心理战里面的一个一层 但从这次台海危机来看 无论是胡锡进还是王洪光 他们的硬气谈话 竟然早就被美国看穿了 美国的新闻周刊就特别的 有一篇文章表示 胡锡进还有比较强硬的中国强硬派 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并不代表官方 中国不会愚蠢到要阻击 甚至打下佩洛西的专机 这是美国官方早就了然于心的 而这个话呢 不会没有震慑到美国 反而呢 对于中国民间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也挑动了中国民间的预期 所以在佩洛西即将盗访台湾时 大家注意 当时有接近35万人 关注佩洛西坐机的这个走向 其中相信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 而佩洛西抵达台湾后 随即在互联网引起一片骂声 显然 硬气的心理战 对美方的影响并不大 但在对中方社会的后座力 却非常大 最后 也是最需要关注的是 北京虽然利用这次的危机 进行了突破 包括事实上的围倒 以及不承认海峡中线 甚至跨越了海峡中线 但不可否认的是 美方在这次投入的资源 也就是说佩洛西 他作为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经过台湾 到日本韩国 他投入的资源 要比中国大陆小得多 这就意味着 只要今后美方够精准 玩躲猫猫游戏 在台海上 而且和盟友 先斩后奏 中方可能会疲于奔命 更值得重视的是 随着台海形势的升温 美方跟日本的联系 肯定会加强 因为日本会更加的忧心 这一次有一个六块区域里面 有一块区域 还跟日本的领海有所重叠 所以整个亚洲 因为台海局势 而越发的出现 美国所向要导引的 亚洲北约 北约这个趋势 这当然是希望推动亚洲一体化 不要分成两个集团 这个中国领导层 不希望看到的 但目前看来 这个随着台海局势的演变 反而会造成 这个亚洲分成两个阵营的 这个局面 另外就是 对于台湾内部的施压 目前还不清楚 到底会对台湾社会的 整体的政治趋向 会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花费了这么多的钱 进行军事的演习 但是最后证明 台湾的检防依旧 年底县市场选举 乃至2024年台湾领导人的选举 倾向独立的民进党 人就大获全胜的话 那么北京那个时候 将会更加的骑虎难下 我们从台湾内部 国民两党主席的发言 跟反应来看 基本已经非常类似了 这意味着 北京在台湾内部 并没有像美方一样的 这个影响力跟杠杆 台湾和大陆的经贸 如此的紧密 远胜于台湾和美方的经贸 台湾在中国崛起 美方要压制的紧要关头上 不学习新加坡 反而愿意充当路透社里面 访问台湾年轻人 他自己说的很无奈 台湾变棋子 那一旦中间的这个事实 还有经纬越来越浮现 就是越来越知道 为什么会如此 最后可能更面临到 真正摊牌 也就是摊牌的开始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